白毛粗一大发 找到了前妻的新欢 播放完磁带后 把她忽悠去了一片海滩 看着眼前的沙坑 她感觉到这个老男人在坑自己 刚打算反击 白毛已经拿着手枪指着她了 命令她自己跳进坑里 把自己埋了 男人指着照办 这时的白毛搬来了一台电视机 里面播放着前妻的现况 看着拼令呼救的女人 男的心也是慌了 真是万万没想到自己居然是这个死法 回家的男人就喝着酒 看着监控的两人 潮水是一波比一波猛 男人在镜头前咒骂着 我不会放过你的 直到一波凶猛的潮水袭来 男人被淹死了 前来收尸的白毛 怎么也找不到尸体了 回家的他就预感不妙 但是他告诉自己 这个世界上不会有鬼的 还洗了个澡缓解下自己的压力 但是家中的闭露电视自动打开了 还有一些害人的气体 正在缓缓袭来 白毛掏出了手枪 恐吓着门外 直到他打开房门 前妻和男人已经被炮成了僵尸 看着这恐怖的一幕 本以为可以枪杀 结果他们已经对物理伤害免疫了 两人缓缓地走来嘴里还喊着 躲进房间的白毛发现 门外居然没有动静 转身一看 两人居然已经在他的身后了 他们一口同声地喊着 最终白毛也以相同的方式死在了沙滩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